郭文貴先生 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抱歉 我講中文跟 我一個朋友從美國回來 他小時候大概在美國長大 他現在是在紐約職業的 那個psychiatrist 他是心理科醫生 你知道在美國的心理科醫生 如果有執照的話 他跟你講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現你真的有神經病的話 可以開單子 就有人把你帶走了 你就馬上進精神病院 他們有那個權力可以做這些事情 可以開單子 有點可怕 他回來台灣 他是小時候在美國長大 他來台灣找我 我跟他談 就跟民政府 民政府的整個論述 講給他聽 他以前認識很久 講完以後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開單子叫我走 不是啦 不要想錯啦 當然不是 他說他要 你知道他講什麼 我要回來職業 他要從美國把他的那個 那個 他的那個診所移到台灣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台灣人也等著去笑 台灣人準備要發瘋了 為什麼 這叫paradigm shift 你是不同的系統裡面長大 結果都被騙的長大 然後突然之間告訴你 過去都是假的 你努力了多少年 為了哪一個國家拼命 為他當兵 為他繳稅 跟你講這些都是假的時候 你會瘋掉 真的 你們還算聽得懂的喔 那聽不懂台灣人在外面 所以你現在去看那個媒體嘛 你看那些名嘴是不是 開始胡說八道了 他們找不到目的咧 他們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蛤 What's going on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辦 所以他又回來職業 他沒有 我問他說 那我們民政府的論述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air tight air tight就是 你論述那個邏輯 是一環扣一環 沒有錯啊 如果這些都是對的話 來我上課的時候 如果這些論述都對的話 他的合理推論就是什麼 接下去 台灣人就要面對這個問題喔 你如果還堅持在以前的系統裡 你會瘋掉 對不對 因為外面的真實的世界 不是這樣的 大部分的精神病人都是這樣的 他所想像的世界 或他以為的世界 跟真實世界的人 的世界是 完全不一樣 可以給我開玩笑嘛 台灣人會對著這種事情 即將要面對這個問題 台灣人怎麼cope with it 怎麼面對那個 接受那個 怎麼辦 然後就是下一步 所以他回來職業嘛 他會預估啊 這個市場會很大 沒有錯啊 是事實啊 講到這邊 這個只是大略帶過啦 那你們最近幾天聽了這麼多課 你就會發覺 喔 喔 怎麼會是這樣子 對不對 不會驚奇的人請舉手 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啊 不會吧 你們都是第一次聽到嘛 除非之前聽過不算喔 第一次聽到的人 一位是這樣子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人 他不會驚奇 為什麼 他出過國 外面看過 有的人就算出過也是一樣 因為他腦袋 還是一樣的腦袋出去 又同樣的腦袋帶回來 沒有被改變 那這些課程的話 今天上這個課 來 先讓你們看這張圖 有沒有看過這張圖 有沒有人看過這張圖 都沒有喔 台灣人的美術教育 這麼這樣子喔 我跟你講直接講 我現在不要你們猜了 我猜也不會答你 都沒看過也不用猜了 這叫高庚 高庚 高庚 你知道高庚 高庚 那高庚 聽過合唱的聲音 叫高庚 有沒有聽過高庚 聽過高庚 聽過的舉手 高庚聽過喔 喔真的喔 很好 那高庚是什麼《時代》的人 他比 跟皮卡索 同一個《時代》的 他比他早還是比他老 比他年輕還比他老 這個不要猜啦 就越來越難欸 我直接問 他高庚在有錢的時候 通常藝術家有錢 都亂畫 對不對 畫畫就沒有了 然後又開始變窮了 過那貧苦的日子 很多錢的時候他做一件事情 他搬家了 他搬到哪裡 大西地區 到那邊住下來 大概歐洲的錢很多錢在那邊 很好過日子嘛 對不對 每天山川沒有問題 每天都有美女在旁邊服侍他 日子過得很好 照理說台灣人 有時候要吃 有時候要穿 有時候要睡 還有人跟你學生 台灣人應該很高興才對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你追求的嗎 台灣人追求這個嘛 對不對 不過就這樣子嘛 不是 你們現在怕怕 你們現在在過去的幾節課裡面 每次人家問你問題最後都舉錯手對不對 那今天也會經歷到這個 但是目的不是要讓你撈開 我們讓你舉手舉錯 是讓你重新想 我以前一直以為是的其實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用reasoning跟你談邏輯的方法 幫你講清楚 那這幅畫你們猜猜看他的題目是什麼 他過日子過得很好啊 他過日子過得很好啊 在那邊畫一幅畫 畫這幅畫 你認為他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無憂無慮 很好很好 無憂無慮 那無憂無慮的裡面 你還不錯喔 你還會看畫喔 無憂無慮裡面有沒有其他的感覺在裡面 有一點很像 羅曼蒂克是沒有啦 你哪放的麵仔很難羅曼蒂克啦 你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喔 題目給你看好不好 他的title給你 前面不是title喔 前面是待會我要講的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喔 那我待會我目的是要講下面這個 他的題目叫做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說話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我們一隻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要摸哪裡去 奇怪齁 你吃飽情好 困好 什麼都有的時候居然 畫這種畫耶 意思是什麼 當大家人家都吃飽情好 下一個問題有問 你是誰啊 你不是豬嘛 你是人嘛 對不對 人都要知道 我是怎麼在這裡 我不是吃飽 穿好睡好 就OK啦 就滿足了嗎 那你的層 豬啦 你不是人啦 是人就會問問題 問什麼問題 我們是什麼人 你現在是怎麼在這裡 你要摸哪裡去 對不對 你們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你如果是人 你一定要問這個問題 來這裡都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才願意來上課 才願意付錢來這邊上課 知道說 這整套事情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怪怪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要了解 透過法律了解 台灣到底是什麼 我們是什麼人 在這裡做什麼 想要遇到這種事情 為什麼遇到這些事情 一定有個道理嘛 好啦 就是這樣 就這句話 這個畫家 問出一個大哉問 但是 我上面寫 資源回收人 永遠不會問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 Coin的字 資源回收人 叫Recycle Man 是三年前 來 儘快就算 Recycle 你們知道 資源回收知道吧 不知道局所 資源回收知道嗎 本來是垃圾要丟掉 把它拿回來用嘛 對不對 再利用 廢物再利用 講這個你們可能不知道 什麼叫Recycle Man 來從這裡講起 所有的人類 從古說到現在 渣輝啦 差不多六萬年 只有六萬年而已 離開非洲以後六萬年 但是更早我不講 我說離開非洲以後六萬年 六萬年以來 大家 人類都是一種 部落的形式 部落英文叫什麼 Tribe 他們都是部落 部落什麼叫 Tribe 你知道嗎 就不同的家庭 因為共同的狩獵範圍 還是水的資源 還是種植的範圍 住在一起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很多家庭住在一起 互相保護 分工合作 才可以 不光一個家庭 活不下來嘛 一定要 一些家庭結成 那這叫做部落 部落跟 那時候就 各個地方都有不同部落 對不對 部落跟部落碰到一起會怎麼樣 有兩種情況 不一定戰爭啦 戰爭是互看不順眼就戰爭 但是看順眼的話 就變成更大的部落 對不對 才可以保護別人來侵犯嘛 講和條約嘛 部落跟 那我們變大一點 我們比較有力 可以對抗別人的侵略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兩種情況 一個是和平 然後變更大 一個是 戰爭 戰爭的時候 他們通常都會做什麼事情 殺嘛 對不對 整個殺的話 我跟你講 過去的戰爭 全部給你殺光 抬起 一個人都不勝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這麼狠 過去的戰爭都是殺到光的 不會勝的 為什麼 怕你跑出去以後 回過來報仇嘛 對不對 媽媽帶著孩子 一個家人可以逃跑了 之後再 小孩子長大回來報仇 再去帶其他部落 慫恿過來打 對不對 報仇嘛 所以你跑 我會給你追殺 追到死為止 追殺嘛 對不對 但是喔 久了以後這樣不對 全部殺光以後 我的土地變大 可是我人變少啊 不夠去經營大的土地 對不對 你把人家土地搶來 你的土地變大 可是你人變少啊 因為戰爭少掉人嘛 你有把對方殺光 你一定不夠人嘛 那怎麼辦 想一個方法 發生什麼事 是什麼東西 就把直板你對方 比較厲害 比較聰明的 比較壯的 男生殺掉而已 女生老弱婦女 給你留下來 留下來做什麼 生 他才不要跟你生了 你是落後的人 他才不要跟你生了 生了變成雜種 做工 對 你講的沒錯 對 就是做什麼 這群人每天叫你做什麼 辛苦工作 然後吃飯 睡覺 唱歌跳舞 就這樣 把你當奴隸 那你這樣拜的人 頭就被砍下來 不是真的頭砍喔 你已經沒有效忠的對象 你之前效忠你的部落嘛 對不對 你部落有部落的神嘛 你有的祖先你要拜嘛 對不對 每個部落有一個祖先嘛 你會忠於你這個嫡系的人嘛 那你被人家殺了之後 你要忠於誰 他說你不用不用 你只是當奴隸就好了 每天就吃飯睡覺 唱歌跳舞 這樣就夠了 我給這種人的名字叫做 recycle man recycle的 本來是trash disposible 可以丟掉的 現在把它撿回來使用 喔 這是所有世界上的人 經過這麼多年來 都變成這種人喔 這種人每天只關心 only they care 只是吃飯 睡覺唱歌跳舞而已 我們隔壁就有一個資源回收層 你知道嗎 叫香港 香港人只管吃飯睡覺唱歌跳舞欸 為什麼 因為以前中國輸給英國嘛 就割讓這個土地給他 用了99年嘛 但是90年來英國就弄了一個制度 讓香港的人怎麼樣 可以工作製造生產 對不對 他們也可以享受他們生活 時間到總督把稅抽走 交給英國女王 對不對 香港人只管做這些事情就好 就好像一個機器人 喔 製造生產享受 製造生產享受 至於他是誰他不慣 他甚至於有時候還是覺得英國人 比較有辦法就移民到別的地方 對不對 那中國要把他收回來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不爽 為什麼 因為是落後國家來管 就受不了這個系統 有人開始到處跑 對不對 移民加拿大 紐西蘭 澳洲 英國 比較有辦法移到英國 對不對 可是都一樣欸 這群人到哪裡都是資源回收人 到當地也是沒有效忠對象 我剛才講 這個回收人是沒有效忠 沒有效忠的人 他只管這些吃飯睡覺的事情 中國人來管之後 他受不了一群人就占中 對不對 占中是幹嘛 記者的話 你為什麼要占中 你知道什麼叫占中嗎 他們有一個叫中環地區 對不對 占中 占中行動 你們在抗議什麼 我們抗議 我們不喜歡這個總督啦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總督 因為總督長得跟我們不一樣 他哪裡長得跟你不一樣 他有頭 我們沒有頭 知道意思嗎 香港的總督有效忠對象 他有效忠中國北京的 他是有頭的人 聽頭講話他做事 香港人沒有啊 所以他看他長得跟他不一樣 不順眼 可是沒有頭的人做事情也是 無頭無尾 無頭無腦 所以問他抗議什麼 他也講不出所以然 他說特首要直選 要什麼 好啦跟你選 結果還是一樣啊 控制諮詢人就這樣子嘛 所以這叫支援回收人 OK 再給你們看一個這個概念 所有的部落戰爭 在征服對方以後的統治手段 都是這幾個 哪幾個 宗教語言心事 以前在中東的地方 Mid Eastern 那邊很多Tribe 部落再打來打去 打打去的時候都怎麼樣 他們把他們神搬出來 他們把他們神搬出來 像我們就是 鱷魚 Cobra 或者是 還是 這個 鱷魚 跨個代的神 對抗 對不對 不同的神這樣打 對不對 以前部落要打之前 都會把神抬出來嘛 表示我的神比較大嘛 如果打敗以後 一定把對方的神給毀掉嘛 對方的人如果我 收編了一部分的以後 我就不會准你再拜以前的神 對不對 我如果繼續讓你拜你以前的神 你會反叛嘛 喔 我跟你不一樣 對不對 遲早會出狀況嘛 所以我一定會跟你講說 你的神比較爛 你丟掉 燒掉 不准再拜 你們現在替我工作 你拜我們的神 對不對 就這樣 宗教幫你改變啊 再來 語言 你來了之後怎麼可以 讓你繼續講你以前 阿嬤幫你改的 媽媽教你的話不准你再講 要不然 你在下面滴滴咕咕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鬼喔 所以我規定你 下一代開始 全部講我的話 平常也不准你講你 你以前的 沒記 對不對 再來什麼 姓氏 姓氏是什麼 last name change your family name 改成我們 我給你收 給你賣掉你的過去 讓你完全忘記過去 從現在開始 你是我們家的奴隸 就這樣子啊 統治者用的手段 這是因為過去台灣人 對的事情 以前台灣人就是碰這種事嘛 你的生是中國人給你的 本來台灣人不是這種生 本來台灣人不是這種姓氏的 我們是阿公加上爸爸的名字 加上你的名字 是這樣的形式在 部落形勢啦 過去台灣 台灣的歷史是四萬年喔 不是四百年先搞清楚喔 來再來 語言 你現在說你不要以為台語是台灣人的語言 那是福建來的 客氣也不是 大概只有原住你高朝族的語言 在真的奔對台灣人 你講的都是從外來的 他為了統治改變你的語言之後 你以為 再加上我們本地的語言混在一起 形成語言的新的形式 只能這樣講而已 再來 你拜的中國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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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他們的文化民族 在長時間來以後幫你改 你不要以為拜了他的神 你就變成他的人 現在知道了 這邊有一個簡單的圖 就簡單把台灣的歷史告訴你 四萬年前 M174 我待會會解釋什麼叫M174 台灣人是一種 在人種上面 DNA可以被identify出來的一種血液 他在這邊生存了四萬年 直到最近13世紀的時候 之前很有大都王國 後來13世紀 西班牙 荷蘭 大清帝國 日本進來 跟你殖民 為什麼 因為剛才人類的航海技術越來越好 開始探索世界各地 西方國家的船可以開半個地球 來到亞洲 探索 那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我給他們名字叫Predator 什麼 侵略者 說一個比較粗的 就是男生對女生有性需求 但是不要跟你結婚 就利用你的資源 那就是殖民者 對被殖民地的人做的動作 我那個國家缺什麼資源 我就給你剝削 剝削給你 有一天你被剝削光了以後 我不要你 就把你扔掉了 中間不會替你打仗 不會保護你 也不會考慮你們 這些人的衛生啊 教育都不會管的 就是我只要資源嘛 所以這叫做掠奪者嘛 過去台灣屬於落後的地方 只有部落形式 所以那些已經有國家的大 大的部落就進來欺負你嘛 那叫做掠奪者 知道嗎 掠奪者 中間也會互相搶喔 西班牙、荷蘭 這大清都還搶來搶去嘛 可是裡面最大的 最近的一個 大日本帝國打敗了大清帝國 所以大清就割養土地給誰 日本天皇嘛 對不對 他得到這塊土地以後 這次來了不一樣喔 這次不再是掠奪者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就好像男生追究女生 我會送你花 請你吃飯 買你的禮物 幫你打扮得很漂漂亮亮 最後取進來 對不對 男生追究女生就這樣子嘛 一樣 大日本帝國來到台灣 建設50年就做這種動作嘛 到處跟你建設 全島都建設 改變台灣人的教育水準 把你的水準提高嘛 對不對 讓你達到帝國的水準 最後1945年4月1號的時候 做一個 重要的動作 叫做結婚的動作 什麼叫結婚的動作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天皇保護你 換取你對他的效忠 這個關係叫做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permanent change 他的status permanent change 永久的改變了 什麼改變變成什麼 變人家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之前為什麼可以割 因為叫做殖民地 殖民地還不是屬於人家 殖民地是可以割來割去喔 但是殖民地 衍生一變變成 領土就不一樣意思 就像當初的日本的北海道 本來也是殖民地啊 日本殖民啊 後來把他們黃明化改變 北海道艾奴族的人的語言 對不對 黃明化 慢慢就編入 大日本帝國的領土 一樣台灣走同樣的動作 這樣知道了齁 這叫permanent 永久性 那什麼叫做善 那但是有人說 欸不對啊 現在怎麼是中國人在統治我們 為什麼中華民國流洋政府的 抱歉齁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打敗 打敗的 戰勝者叫什麼 美利堅合政國對不對 美利堅合政國就邀請位喔 他把日本切了好幾塊 台灣這一塊就交給 中華民國 他把日本的政策 代替台灣的政策 代替他 他是佔領者啊 你幫我代替 就把你過去招踏 你的人生又帶回來 再招踏你一次一次 這是台灣人碰到的事情 他就知道齁 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用法理 把這群人趕走 按照 舊金安合約 美國你是主要佔領絕國 你怎麼可以放這堂人 把我們違反戰爭法 抽我們的稅 叫我們去當兵 買武器 對不對 改變我們的國際 改變我們的語言 你怎麼可以做這些事情 初級班學兩個東西嘛 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亡政策不可以就地合法 這大家都學過齁 我們用過法理把他趕走 趕走的時候 還有一群台灣人 黑信娘要留著他們 不讓他們跑 這什麼人 叫做余虐 就是觀點不願意改變 就產生所謂的余虐 余虐 余虐那個字以後知道齁 好 講到這個 台灣人因為過去 被洗腦了三代 四代 七十年 誰跟台灣人 不知道自己是誰 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科學證據 科學證據喔 過去他們是講故事跟你聽 對不對 講族譜 編給你的嘛 四信之後你才會連上去嘛 可是不對台灣人是什麼人 你的血液高就 所以最近 國家地理雜誌 你知道National Geography嗎 那個一個Magazine 但是它也是一個company 它也是個公司 最近透過人類 你知道人在傳宗借代的時候 它的染色體會複製 先講這個好了 最近因為DNA研究很發達 所以你用那個棉花吧 那口腔這樣刮一下 寄到實驗室 不用幾天 你的基因排序全部跑掉 幾億對 啪啪啪 就在電腦裡面就出來 很容易認得 所以你不能隨便講 那財產是我的 對不對 有沒有 好幾個人 財產噴噴了 突然冒出一個人說 我也是他們小孩 在外面生的 我也要來噴 對不對 他說你憑什麼 憑DNA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沒辦法騙的嘛 對不對 不是編故事 所以那叫科學證據 一樣了 台灣人是誰 也是要靠科學證據 不是用編的 不是用故事 不是誰有什麼說法 或你認為是怎麼樣 那不重要 重要是科學證據 老的你過來 會代表什麼 來 那歸代理品要抽了 71萬個樣本空間 71萬 71萬很大喔 你做research研究的話 71萬是很大的樣本空間 這樣子之後 它把所有人類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畫出來 不會出來 因為我們染色體在複製之後 會突變 突變之後 所有你的後代都carry 都帶著這個圖片 好像一個記號 都在你的後代裡面 身上都有 那你就可以知道 你是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這樣追 追到後來整張圖就出來 你看箭頭的尾端 是到這裡的地方 箭頭這叫過程 過程 原始喔 這邊好多箭頭 對不對 人類啊 到南美洲的人 是在這三種嘛 到北美洲是這一種嘛 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看 黃色藍色的線 最後你發現這些線 都有一個開頭 是哪裡 喔 非洲 你看 追到最後 所有的人類 六萬年前 從非洲出來 所有現在活在世界上 六萬年前 沒有太久 六萬年前都從 同一個地方出來 非洲 徐老師 你講的有點遠 我想知道台灣兩隊都要來 好 告訴你 來 這邊有個數字 叫AM174 對不對 AM174 有沒有 174 有沒有看到這個 從非洲出來以後 進到南夜門 對不對 這裡是南夜門 你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 北非的南夜門 然後再走到哪裡 這裡是哪裡 你們會不會看地圖啊 這裡是哪裡 印度 對 印度之後到哪裡 這裡是馬來半島 泰國馬來半島這附近嘛 對不對 爪哇印尼嘛 對不對 再來到哪裡 時間點現在到四萬年喔 剛才是六萬年出來 現在到這邊四萬年 四萬年到哪裡 台灣 台灣 台灣之後到哪裡去 日本 日本之後到哪裡去 朝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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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大陸要講清楚 什麼哪一個大陸 美洲大陸還是非洲大陸 還是澳洲大陸 就是這個敵王嘛 這一塊嘛 歐亞大陸嘛 對不對 是不是歐洲也在這一塊路上嘛 不是只有中國嘛 對不對 這時候也沒有中國 四萬年哪來的中國 這怎麼回事 那個 發生什麼事 OK 好 四萬年沒有中國啊 那時候就是一塊大的土地 對不對 大的土地有很多種人 對不對 那時候韓國人說他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對不對 中國人氣得要死 我們祖先怎麼會是韓國人 沒有錯啊 你根據DNA這樣的走法的話 有一部分的中國人的確從韓國過去 我看不去 是不是啦 你們看這圖會不會看 那韓國人從哪裡去的 韓國人從日本去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日本人從哪裡去 台灣嘛 對不對 台灣人從哪裡來 馬來半島印尼這邊嘛 對不對 阿過來 再往前追的嘛 印度 再往前就是追到非洲嘛 對不對 這是有順序的嘛 四萬年前我們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誰都來洗完泥啊 對不對 那至於這塊土地上有什麼人 有沒有從歐洲來的 有沒有從中亞來的 有從蒙古下來的有沒有 從印度上去的有沒有 從西藏印度上去 什麼人都有對不對 所以誰是雜種 誰是雜種 對啊 住在這塊土地上 我不講中國 住在這塊土地上 阿中國的確是啊 你問中國人說 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 中國人啊 就是中國人啊 我說那裡面包括什麼人 是不是 他會講 漢滿門回藏廟 說一堆落落長 對不對 是不是 他會講四十幾種民族出來嘛 你現在在維基查 中國是什麼 下面是不是四十幾種民族 那表示有四十幾種部落在裡面生存嘛 沒有一種人叫中國人 他就統稱嘛 對不對 世界上沒有叫中國人這種協同啦 對不對 欸 中國人最近不講說 中國人要站起來 有沒有 請問中國人站起來 西藏人要不要站起來 西藏人站起來 或蒙古人要不要站起來 蒙古人站起來 為無而主要不要站起來 所以不要亂講嘛 你講中國人站起來 裡面的各個民族都要站起來的時候 你就完蛋了 你就分裂了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中國人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你找不出 在協議上定義說 這叫中國人的協同 有的話你定義出來啊 然後我們跟你對對看 看我是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不是嘛 定義不出來 雜種啊 什麼人都有 而且 他們祖先有一部分 從我們那邊過去嘛 所以中國人勝中追 有人要追到台灣來 對不對 他就要把我們敗 不是我們把他敗 知道嗎 中國人就要把我們敗 因為我們祖先 祖公敗 你現在聽得懂嗎 所以你每一年的青年駅 拜中國人當你的祖先 你已經敗祖了 你知道嗎 是不是敗祖 你去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敗祖 敗什麼祖 敗你四萬年以來的祖先 你四萬年前你的祖先都忘記了啦 你反而拜你的後代啦 大家都不知道耶 你為什麼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教育嘛 他幫你教嘛 但是我講的是科學證據啊 我不是編故事給你聽啊 要不然我在這邊講三年多啦 你如果覺得不對 你來挑戰嘛 你提出新的市政嘛 說服我們嘛 民政府在這邊講的東西 都講科學證據 歷史上的文件 邏輯的推理 就這些東西 我沒有畫大餅叫你去追求喔 每一個人都有判斷能力 都做得到的 大家知道了齁 所以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叫做Dr. Spencer講過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Dr. Spencer Wells 什麼意思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 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沒辦法隨便騙人 知道嗎 不是考古 不是那些都不算 這個叫做big picture 整個人類怎麼來怎麼去 有了這張圖以後 你會重新改變你過去 對於那些 教育來的那些思想 要全部推翻掉 要不然齁 台灣人沒辦法面對自己的祖先 你會對不起自己的祖先喔 你也對不起自己的後代喔 因為你祖先的歷史斷在你的手上喔 你給人家接錯邊了 你沒辦法說服你的小孩子 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到底是誰嘛 你要講清楚 你是誰這個identity 不能建立在假的證據上面嘛 我們是誰必須要建立在科學證據上 對自己有說服力 對我們的後代有說服力 你走出去起來 全世界也有說服力嘛 台灣人是台灣人 台灣人要關自己喔 我先問你一件事情 台灣人是什麼人 誰是台灣人 你那些民進黨話台灣人 說自己要獨立 那你問 你告訴我那裡面台灣人 你是指誰 包括中國人來 蛤 你知道中國人那群來是佔領者呢 我們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喔 佔領者跟被佔領的百姓 怎麼叫做台灣人嗎 當然不是啊 接著偷在上面兩間人啊 中國人跟台灣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對不對 兩種國籍的人 怎麼可以混在一起 叫台灣人 要自己成立一個新的國家 想清楚這整件事情喔 來 有的人講說 徐老師你那個地圖有點怪怪 黑人以前古時候哪有船可以抓哪裡 我跟你講 你們會不會用Google 會不會用Google Earth 用過的人請舉手 我看看我們這一班 追尊消費官 Google Earth都會喔 很好 不會的人 你們回去真的要好好用電腦 因為民政府以後的官員 就說會電腦啊 我們有開課 你們一定要去上 把電腦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啦 你不能永遠靠媒體 靠報紙 靠那些中文人家講話 那你怎麼建構你自己的 我跟你講以後的世界是 有知識的人控制沒有知識的人耶 是懂法律的人控制 不懂法律的人耶 你知道嗎 阿伯的世界是 白法律的控制的 不白法律 所以台灣人三台四台 這個人做羅勒 都不知道耶 做得很開心耶 因為台灣人講嘛 不知道嘛 不光是笨 笨是一回事 不一定笨 很聰明的 歪聰明的聰明 但是法律不懂 自己要弄進聯合國 不過好嘛 你法律都不管 你怎麼是要弄什麼 台灣人講不清楚 又是中國 又是台灣人 怎麼叫台灣人 只要在這邊出生都是台灣人 台灣人不是屬地主義嘛 屬地美國是啦 你在美國出生 你就是美國人啦 那台灣不是啊 台灣跟日本一樣啊 你父母親是你才是嘛 這個世界上 有一種是屬地主義嘛 有一種是屬人主義嘛 你要看你的祖先是誰嘛 不要混在一起講 你搞清楚這裡是什麼樣的 所以你日本人你也不容易當啊 就算你一半是日本人 你也不會成為日本人啊 對不對 他們有國際法來規範這個東西 來 當然有人講說 哦 牛到牛不生出來 沒有錯 這個的前提就是屬人主義 你如果屬地 我生出來美國人啊 沒有錯 那叫屬地主義 因為你還是在美國 這個土地出生 所以叫美國人 但是他也要等到20歲 他決定之後 他才真的變美國人 他不會強加給你 他只是讓你有這個option 有這個選擇而已 知道嗎 來 這以前叫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有一個深藍跟淺藍的地方 淺藍的地方以前 海水沒有到那裡耶 海水沒有到那裡 你們應該會看Google Earth啊 所以人光用走路 就可以從非洲走走走 沿著旁邊就走到南美洲了 這個以後再講 目的不要講這麼深 然後這個有時間點 所以六萬年 五萬四萬三萬兩萬一萬 所以六萬的話是白色 所以很早就到Australia去了 之後五萬年前 有沒有 到台灣四萬已經 後來再進到所謂的中原地區 中原地方這種深藍色 都已經到一萬兩萬年了 我剛才講他們是怎樣 沒有錯啊 十幾種 二十幾種 幾十種的人種 在部落在裡面打來打去 對不對 打了幾萬年 混來混去 當然就已經找不出你的 藍色會啊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事情 OK 以前在法國的南部 找到壁畫 壁畫 你知道這壁畫嗎 以前的人畫的 畫馬 有沒有看到 法國南部 有這個地方 找到 Chalet 找到這壁畫 壁畫的時候 他們用碳十四半歲 把它找出來 什麼時候 三萬兩千到三萬年前的壁畫 人類的壁畫 歐洲人好驕傲喔 人類從我們這邊開始 因為我們找到最早的外賓 是在這邊 可是跟我們圖 互相矛盾對不對 先到是澳洲那個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最近 印尼的爪哇找到這個壁畫 有手在這邊 人的手在那邊 然後吹碳 他們也有壁畫 時間點更早 四萬年前 所以以前用考古來求證人類歷史 那已經過時了 現在用DNA啊 因為考古不一定每次 因為歐洲比較先進嘛 先挖到考古嘛 終於亞洲國家比較落後 沒有人去做考古嘛 可是最近開始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挖得到啊 挖到更早了啊 所以人類歷史還是要回到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大圖嘛 對不對 這樣會看喔 好 好啦 不管怎麼樣喔 這跟你們的identity有關 當然要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 你才知道為誰而活 為誰奮鬥 為誰辛苦 為誰忙 因為他過到都不知道怎麼 事已是誰就死掉了 大人很多喔 想要自己中國人去死的喔 是不是 我們前面那些比較 早我們 民政務走到進步 今天這個地步 大人在知道自己是誰喔 之前不知道 我以為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喔 對不對 被大清統治以為 你的祖先從那邊來 對不對 每個清明年去拜嘛 拜得很高興對不對 拜中國人祖先 結果自己完全不是 拜祖還不知道啊 還要替人家打仗 你的祖先在掉眼淚啊 在靖國神社那些 我們的祖先那邊 對大日本地國人 也在掉眼淚啊 但我們的後代啦 這個先不講啦 這個你們沒有看過吧 Superman大家都看過 基本上都是這一種啦 對不對 這種有沒有看過 是recycleman 他是沒有頭的人 超人的身體 但是沒有效忠對象 超人的身體 沒有效忠啊 就像香港啊 超人啊 沒有效忠啊 另外一個國家也是超人啊 日本啊 他的效忠對象是玄智 空的在那個地方 你比較晚到是吧 Have a seat please Hurry up You missed the good part But that's alright 來 繼續講 我問你們 各位 當你們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是要走一條路 什麼東西 以後當 當什麼 民政委的官員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還在懷疑嗎 以後來這邊上課 目的最後就要當官嘛 對不對 官就是要管理台灣人嘛 因為這一群 現在管的人 不可以管台灣人嘛 他們是中國人嘛 那我們是台灣人嘛 對不對 他們是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嘛 對不對 沒錯吧 所以呢 我問你們在座各位 有誰管過一家公司 超過一千人的公司 有沒有 沒有吧 我可以講齁 四千人管台灣人 兩千萬人口 那是什麼狀況 平均你一個人要管五十萬人 你沒有開過那麼大公司 突然要叫你管五十萬 你怎麼管 你告訴我 所以你要接受訓練嘛 對不對 那怎麼訓練 你需要訓練 那什麼樣的訓練 這是其中一個 教你把人分類 把人分類 把人分類 分成什麼類 下面像 我跟你講 這是根據他的 主要影響他所有行為的 主要的理由來分類 下面就是像動物 有沒有 像動物 四隻腳走路的 那這是沒有頭的人 這是有頭的人 下面的人的話 你知道以前高雄 那邊有很多人 騎著機車到街上 拿刀子去砍人家 對不對 警察把他抓過來說 年輕人你為什麼要這樣隨便砍人 你在搞什麼 你知道那年輕人回答什麼 爽 爽 奇怪耶 他為什麼講這種話 我剛才跟你講 像動物一樣的人 動物如果有東西吃就很高興 動物沒有東西吃就生氣 對不對 沒有錯 這是動物嘛 animal就是這樣子嘛 instinct physical 所以越下面越physical 然後之後subjective 然後subjective objective absolute 越下面 像動物一樣 因為齁 這群年輕人 當他的動物的本性 掠食的本性 攻擊的本性出來的時候 他壓不住了 他就要出去 至於你為什麼要砍人 不知道 就是發洩 這種人就是像動物一樣嘛 看到你漂亮的女生就要上嘛 像動物一樣 他不會控制他自己的行為 像animal一樣 這占所有的population的40% 你不要講喔 你視作為胖胖的人 就是這樣子喔 40%人大部分是這樣子 那這些人你不要小看他喔 他可能開的是Lamborghini喔 住的是地保的豪宅喔 有私人的Jets在飛的喔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你知道我在講誰嗎 你們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是不是講得太繞來繞去 我沒有講誰喔 我只講說有錢人 當他的 所以他不管人家死活嘛 因為像動物的人 他想吃的時候 他就咬下去嘛 所以過去台灣人都常常講一句話 我那要怎麼吃 我就做飯吃有沒有聽過 學那麼多幹嘛 又不能當飯吃 所以這種人就跟動物一樣對不對 他評估一個事情的價值 標準是根據他可不可以吃 那是不是動物 對不對 如果不能吃就沒有價值 沒有錯吧 所以大家很可能 你吃飽不 這是香櫻對不對 可是很可憐跟動物一樣 吃飽就幸福啦 吃飽就好啦 你要外國人講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對不對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 沒有講說吃飽 吃飽怎麼是個問題 不是個問題 對不對 來 所以 至於這種像動物一樣的人 以馴服的程度來劃分 越下面越像動物 越上面 越有主觀意識 我以前養過狼狗 你知道嗎 狼狗 第一代的 就是狼跟狗混的第一代 野性還很強 我養了十幾年以後 不要餵牠吃飯還是很小心 放過去 不管我手不能再進去 一群就砰 就把牠咬 對不對 就咬下去嘛 因為野性還在嘛 鴨型 野性還在 那後來我養了貓 我們家的貓越來越 有主觀意識 你把牠照顧太好以後 牠以為牠自己是人 你給牠東西吃 你態度不好牠不要吃 牠會跟你生氣 晚上要睡覺牠跟你搶床 對不對 牠會嫉妒 你家如果生了孩子 牠會去偷偷咬小孩子 那不是跟人一樣嗎 就開始有嫉妒之心 所以我現在在講動物 上面這就是沒有頭的人 beheaded 頭被砍掉的人 砍掉什麼 沒有效忠對象 那這群人可能功能發達 就像我剛才講的 像這種人 這個嘛 左邊那種 沒有頭的superman嘛 pay loyalty to no one 就是這種東西 那這邊是有頭的人嘛 抱歉喔 因為有 看起來像外國人的人 我就開始用英文講 ok吧 你從哪一個州 從美國嗎 Washington State Seattle Seattle 很好 我從East Coast Diadapia 你是 華盛頓University Belgit College Belgit College I'm from 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Quakers 好啦抱歉這段時間消掉 然後這邊沒有頭的人 subjective 然後越上面越攻 這些人喔 他們沒有效忠對象 他要的只是遊戲規則 你告訴我遊戲規則什麼 我會玩得很好 他們可能是諾貝爾講得主 ok 可能是諾貝爾講得主 可能是很有錢的人 可他不 在他的世界裡面 沒有絕對的對 也沒有絕對的錯 他所有都是相對性的 ok 比如說 All depends 這件事情對的錯 depend從當時的情況來決定 那上面的人什麼叫有頭的人 我可以舉個例子 有白人 在美國生活很好 We are educated 教育很好 跑到亞洲 跑到台灣 跑到樂森療養院 你知道樂森療養院是做什麼的嗎 泰國欸 泰國就是麻風病人 麻風病人 每天就幫他換藥 10年 20年 30年這樣換藥 有點熱喔 那個 他是有冷氣嗎 把他開牆一點 他換了一輩子以後 把他太太也接過來 小孩子也接過來 薪水很低 生活水準很低 可是他很高興 你就覺得奇怪 你給他錢他也不要 你就覺得很奇怪 這種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有頭的人 他的人生的目的跟意義是 去取悅他的主子 他的主子是誰 上帝嘛 上帝叫他來 上帝叫他來 他就來嘛 上帝不准他來 他也不敢來台灣 上帝叫他到非洲 他就變成史歪者 史歪者 上帝叫他到印度 他就變德雷莎修女 Teresa Sister Teresa 變成這樣子 所以他是有效忠對象 他的價值 所以你給他車子 送他車子 豪宅他不要的 你知道嗎 他一個人活的 存在的價值跟理由 是為了要 fulfill 滿足他的主子的意願 這種人你最好跟對人 你跟錯人 就像IS一樣 他叫你砍頭 叫殺人 生活調整也是很糟糕 所以我剛才有個黑的頭 又有個白的頭 有沒有 現在知道了嗎 所以你跟下面的人 他們的價值觀 對錯的價值觀 是Absolute 是絕對的 我跟你講 你們在座各位 會來上課的 你們對於事情的 是非對錯都很在乎的人 才會來上課 好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們認為 你們來這邊上課是 希望我透過上課改變你的請舉手 你來這邊上課 希望我透過上課改變 改變的請舉手 這麼多 不舉手是表示不同意 還沒來得及反應 對不對 我跟你講 其實不是的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你跟你旁邊的太太 或者配偶 住在一起 結婚了那麼多年 你可以改變你太太嗎 不可以對不對 為什麼你期望來這邊上課 一個小時 我可以改變你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沒錯吧 你只是來上課啊 我就可以改變你喔 你太太的話也不聽 爸爸媽媽的話 都不聽的人 為什麼會聽我的講話 你們要重新想過很多事喔 不要那麼快的answer我喔 那我問你 那你為什麼要來上課 現在下一個問題了 既然我不能改變你 你為什麼還來上課 那我跟妳講答案好不好 蛤 不不不不 改變你不改變啊 你不會改變 你從以前到現在都不會改變啊 你過去十幾年 大概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啊 幹嘛 你到老了死了還是這種人啊 因為天性難改啊 本性難移啊 對不對 江山易改就本性難移 這個中國話我忘記了喔 但是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答案好不好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啊 我們是做篩選的工作 篩選是叫什麼意思 shifting 有一個比較大的grain在上面 下面shift shift out 你叫shifting 篩啦 台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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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來這邊被我們shifting的 因為我們講的內容 你本來就是這種人 所以你來這邊聽了 你越聽越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就是對事情 有絕對的absolutely的right and wrong 那你希望搞清楚 我為什麼在這邊 我為什麼是台灣人 什麼叫台灣人 你想弄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才來上課嘛 因為本隊就是很在乎 很care about這種事情的人 你才會來上課 花錢自己來上課嘛 過去你在不對的土壤裡面 你長不大嘛 國民黨用假的東西 story騙你的時候 you confused 你不曉得怎麼回事 所以你來這邊的話 告訴你法理之後 你整個人就喔 所以你本來從一秒長不大的秒 現在就開始 茁壯成長變成大顆數嘛 所以你來這邊是做篩選的工作 不是在 我們透過講課 你聽得下就留下來 所以 對法理在乎的人 你都越聽越清楚 眼睛都發亮嘛 聽不懂法理的人 就 混沉沉就睡覺了嘛 現在知道了嗎 上課就在做這個 對不對 所以聽得下一個 就像动物一样的人 是不是他歌词 所以你所有在外面广告听得到的 pop music 全部都在诉求人的本性 instinct叫你这样 赶快有感觉马上去买东西 知道吗 以后的生意场上就这样 诉诸于你的本性 不讲太多 最后你们就是这样的人 下面majority都是这种人 所有的国家 包括美国也是 大部分下面的人就是这种 像animal的人 或者像recycle man 每天天的生活 can eat can have fun 大部分的人是这样 他们don't pay loyalty to anything 如果美国的条件改变 这些人也跑掉 美国如果经济不好 有一大堆美国人跑掉 不想当美国人 他会往有钱的国家去 只有少数说 我就是美国人 我不会死我也不走 我会替美国打仗 我会替美国死 那样的人就是 loyal to United States 对不对 好啦 这志愿回奏 今天不讲这么多 来 先不讲这个 来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在座各位 你觉得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就是自由 幸福 快乐的人 请举手 我这世人地球的没什么 就是自由 幸福 快乐请举手 你看 大家都同意 不举手 请放假 不举手的人是什么意思 有其他的理由吗 你一生在追求什么 可不可以给我答案 不知道 有的人是不知道 那举手的人 我只跟举手的人讲 错了 你不应该是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解释吗 我是老师 我不是要让你embarraise 我主要告诉你答案 第一个 自由 幸福 快乐 都是by product 副产品 它不应该是你的主要目的 要追求的 我举个例子 如果 我一个一个讲 它是一个感觉 自由 幸福快乐 是不是都是感觉 快乐 happy的感觉 自由的感觉 feel free 然后幸福 是不是都是感觉 那表示说 你这个人是追求 一种感觉的人 对不对 没错吧 那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自由 你有没有花钱的自由 你要不要追求 花钱的自由 要啊 一个月给你一万块钱 好不好 太少了 十万块钱一个月 好不好 嗯 还可以 一百万 一个月给你 one million够不够 嗯 有的人在开始笑咯 一千万够不够 一亿够不够 我跟你讲 顶心每个月赚一亿 可是它没有happy 它没有feel free 对不对 世界上有很多自由的人 赚了超过一亿的 每个月 它没有free 所以你在追求感觉的话 there's no aim for 感觉 那我再举个例子 有个医生 有个doctor medical doctor 在这边看病 他告诉人家 我以赚钱为目的 这种医生你还要去看 不敢嘛 对不对 一次可以好 他叫我看四五次 也不会把你害死 但是 一定把你钱拿到光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钱 你不要来看我 是不是 医生如果以赚钱为目的 那如果当医生这件事情 赚不了钱 他也不想当医生 对不对 没错吧 他会转行嘛 转更容易赚钱的行业嘛 医生只是他 赚钱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嘛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种医生就不能 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说 我要给病人最好的服务 这种医生好不好 因为这样所以来了很多病人 因为来了很多病人 所以他赚很多钱 这样对不对 所以他赚钱是对的啊 他赚大钱是因为 他做对的事情 所以他赚钱 这样知道吗 如果有一个女生说 我看到这个好帅的男生 我想嫁给他 他好像可以带给我 自由幸福快乐 我嫁给他 嫁完以后 没过一阵子以后 不好好工作 不好好上班 不赚钱 算了 我跟他离婚再换一个 又换一个又嫁给他 这个也不行再换 这样对不对 不对嘛 结婚这件事情 support是应该 你喜欢这个人 你爱这个人 你跟他结婚 两个人一起努力工作 对抗不同的困扰 对不对 对不对 一起赚钱 然后生孩子 对不对 最后爸爸好好做 爸爸该做的事情 妈妈做 妈妈该做的事情 小孩子好好念书 回到家里面 爸爸妈妈煮一顿 丰盛的晚餐 大家一起坐在 圆桌上面 一起享受什么 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 这样子对不对 你知道吗 所以你结婚的理由 应该是什么 不是一种感觉 你如果追求感觉 你会因为感觉而结婚 你会因为感觉没有 你就离婚了 那婚姻如果像这样 就完蛋了 不是吗 你应该有something other than just feeling 对不对 你要追求的是一个对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你知道吗 因为台湾人说 谁人冠都好 有他饭 吃得好 有他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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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现在在讲台湾人 台湾人就是不care谁来管 所以今天才要讲法理 所以告诉你根本就不是 人家违反战争法在统治你 你不知道吗 你要照规矩来 你要照道理来 你要有是非对错 你活的才是 英文叫做 才可以justify yourself 要不然你没办法 这幅画看得懂人举手 看得懂人举手 没有吧 受过美国教育了 有没有 可不可以看到我吗 不知道 时间 1911年 George Bloch 他跟皮卡索是同一个时间 在Cubism 你的Major是什么 Physical Therapist 那你一定没有take art courses Art history Introduction to art 那没有那没关系 好啦 这个是皮卡索画的 没关系 我们现在补你的 Art history的课 这幅画看得懂人 请举手 kind of 对不对 他比较整 其他人都看不懂 其他人看不懂吗 看不懂请举手 我现在知道 谁看不懂 你们不举手是怎么样 好 请放下 我跟你讲 我只问看不懂的人 请问他画的是飞机大炮吗 是不是 他是在画飞机大炮 看得懂我就不问 我只问看不懂的 你说你看不懂 那请问他是画飞机 坦克车吗 是不是 不是 那请问他是画什么 画人 对不对 请问他是画男生 还是画女生 都有啊 都有年年 这么大 怎么会是男生 我没有看到这种男生 少数啊 不是嘛 他画女生嘛 对不对 他画几个人 你会算吗 五个人 你又知道 你看得懂啊 你说看不懂 你又知道 他不是画飞机大炮 你又知道 他画女生 你又画五个人 所以你看得懂啊 你不要讲 你看不懂啊 只是跟你以前 以为的人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以为 这个你都看得懂 对不对 看不懂举手 没有人啊 我跟你讲 你看不懂 你告诉我他是谁 不是 女生我知道 那他是谁 他的角色是什么 你说你看得懂啊 妈妈 不是妈妈 你就错了 我跟你讲 他是维纳斯 Venus Venus在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在做什么 你现在别冲一下 维纳斯在做什么 对 他讲出来 因为他看懂英文 他在上大号 你看 你说你看得懂 结果你看得懂 你以为你看不懂 结果你看得懂 台湾人是不是灰漆啊 对啊 你灰漆啊 我目的不是要讲这个 我刚才讲的是 这个是一点透视法 我在画东西的时候 我在这边不动 画东西 我不可以摇的 这个叫做 当你观察点固定 时间固定 观察点改变的时候 会产生这个东西 比如说 这是不是麦克风 是不是 这是不是麦克风 也是啊 这样也是麦克风 这样也是麦克风 这是我啊 这样看我也是我 这样看也是我啊 都可以啊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看 所以把这些 所有不同的angle 东西放在一起 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叫cubism 就是时间固定 不同的改变 就产生所谓的立体画拍 这时间是一百多年前的画 你阿公阿嬷 爷爷奶奶画的画 你看不懂 表示我们的 Our education 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对不对 你的appreciation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很 extreme 极端的立体画拍 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今天跟你讲 不是在讲这个 我在讲说 不管你是怎么样 它有一个概念叫consistency 不管你是用 传统的画法 你有一个consistency 你用这种画法 有一个consistency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inconsistent 对不对 不一致 怎么不一致 你又立体画拍 又是写实 又是混在一起的 这叫clutch 拼贴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the law the law 不是这个意思 它叫做法则 什么叫法则 就放诸宇宙都准的道理 叫做the law 比如说什么 万有引力 对不对 power gravity 也是啊 在地球上有地心引力 对不对 只要在地球的每个地方都有地心引力 如果是宇宙中 万有引力 宇宙的每个地方都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放诸宇宙接准 It's often used to refer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that describe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something 对不对 那什么叫consistency呢 Stay fast adhering to the same principle chorus form 在一个形式系统里面 不蕴含矛盾 我跟你讲 我今天来 穿西装 对不对 我右边穿皮鞋 我如果左边穿高跟鞋 你觉得怎么样 你弄掉了 对不对 你怎么穿高跟鞋呢 这就是系统里面运行矛盾 就是不inconsistent 对不对 知道我意思吗 在法院里面 双方告来告去也在告这个 你的证据跟你所陈述的内容 不consistent 你就输了 对不对 法律师都在做这件事情嘛 我在告你嘛 对不对 你提出的证据跟你所说的不一致嘛 所以我们告引 美国就在这里啊 我告诉你 美国你说 美国说 条约跟美国的宪法是同等级的 treaty 美国跟外国的treaty 跟美国的constitution 是be honored in the same level 同样的等级哦 那你现在既然在根据旧新疆合约 你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那你为什么 不按照战争法来对待台湾人 你为什么叫另外国家来台湾 代理统治之后 还违反战争法 叫我们去当兵 叫我们去买武器 改变我们的语言 you are inconsistent 对不对 一方面你在欧洲国家 告这个Russia说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给吃掉呢 你怎么把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给吃掉呢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你在台湾是做另外一个 你说它违反战争法 可是你在台湾就在违反战争法 你inconsistent 所以在court里面 我们在法院里面 告美国就不告之就赢了 you have been inconsistent in terms of policy toward Taiwan 就这样就好了 就赢啊 我们就赢啊 所以我们现在 美国就必须要遵守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字叫integrity integrity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意思 它的香港人叫dishonest 或者叫hypocrite hypocrite在美国人是骂人的话 hypocrite 我们只有美国人可以证实 hypocrite是不是很糟糕的骂人话 很不好 偽善者 他中文很好耶 偽善者 没有错 偽善者 就是你说的是一套 你是另外一 你做的是另外一套 你不一致 你在 在村子里面要当老大的 你在这边给人家瞧事 你换个地方瞧事 标准要一样 你不可以不一样 不一样人会 吐槽 对不对 你这样做老大 那标准都不一样 你在这边是一套 在那边又另外一套 你马上就下台 对不对 好了 现在美国你要当老大 对不对 你要在世界里面当老大 所以你在全世界里面的地方 要有一套标准 美国你讲 你遵守战争法 你遵守国际法 那你就要按照这个标准 一致的把它完成下去 你不可以再单单在台湾 这件事情上不是这样子 你跑不掉的 所以觉得我们就告 因为美国够大嘛 因为很integrity 所以美国会遵守这个法律 去走这一条路 美国也有 就到consistency 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他们都是有 consistency 所以一边 法院判断的结果 立法院要配合 那个 行政部门也要配合 所以因为这样子 他们的行政配合 就会帮我们成立台湾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才会有今天 就这样子 知道了 好啦 所以讲到这个 我刚才讲 在law这件事情上面 你只要住在这个system里面 你只要住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就要 abide by 这个system的law 对不对 你住在宇宙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 你只要在地球上 你要写法律的时候 比如说建筑法规 你所有建筑法规 就要根据 要考虑做地心引力 对不对 你不可以房子盖得太斜 就倒下去嘛 所以你一定会遵守 你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在地球这个系统里面 你要遵守地球的系统 所以你写的法律就这样 那人类有男有女 要生 要生后代 对不对 生baby再下去 所以你的民法 civil law里面就要写 我要protect这个家庭的制度 我让男生跟女生结婚 才可以生后代 对不对 我不可以不保护 不保护人类就没有了 所以人类 你只要活在这个system里面 你就要遵守 这个系统里面的游戏规则 现在知道了 所以 宇宙中有这个law 如果你住在这个宇宙 按照宇宙规则来进行的话 是谁倒霉 你破坏的规则是你倒霉 宇宙不会倒霉 对不对 所以这叫做the law of nature law 就是base for什么 再往上一层 the international law law of nation law of war 战争法 国际法 万国公法 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这个 再从这个基础上建构 constitution for each nation 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法律 在这个法律上面 在建构每一个国家的 民法刑事法 那有都没有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法律是有一层一层一层的 那为什么过去 台湾没要给你搞一层 因为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 它不能面对这个东西 它是假的 它在国际法里面 它是不对的 它是一个流亡政府 government in exile 不可以在一个地方变成一个 那土地 the land is not yours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一个逻辑的想法而已 OK 所以我们慢慢就要有这个概念 好不好 再来 我今天时间有限 有的人我今天讲的是 历史 艺术史解码 可是讲到史 就牵扯到一个叫做观点 point of view 什么叫做 那有的人说 徐老师 我对历史没有兴趣 我不喜欢history 我从小就 成绩都不好 不重要 我跟你讲 历史非常重要 史观 就是 历史的观点叫史观 史观 观点会影响立场 立场会左右 你的选择 选择之后会产生行为 行为之后会决定 台湾人的命运 我再讲一次 史观很重要 观点会影响立场 立场左右选择 选择之后产生行为 行为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任何写东西都会有一个观点 你写日记有观点 可是你在座各位有人写历史吗 没有啊 你顶多写个人的日记嘛 写公司严格史嘛 学校的校史嘛 没有人写 只有执政者掌权的人 才会写国家的历史 对不对 好啦 现在有问题来了 写历史都有一个观点 观点都是一致 但是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男生有男生的观点 女生有女生的观点 对不对 北美的印第安 有印第安的观点 北美的美国白人 也有美国白人的观点 那谁的观点比较重要 谁的观点比较重要 你这个观点啊 每个人都有point of view so what stay in charge 有实力的人才是嘛 对不对 观点如果不一样 相同也就好 不一样会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男生跟女生刚结婚 当天晚上就出问题 因为观点不同 那女生刚结婚想表演 在厨房里面煮菜 好吃的 一道一道菜都在桌子上 男生坐在这边 她说 在等 那太太说 你先吃先吃 她说没有啦 我们就等到菜都摆好 大家一起吃嘛 她说不要不要把你先吃 那男生就生气 说我们家从小到大 都是大家做定位 开饭 然后才开始吃啊 那女生都 我家做生意的 以前先到人先吃 那这样就可以吵架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把他 从小到大的观点 带进婚姻里面 那你要结婚两个人 天天要相处 一定会吵架嘛 吵架吵架后来会怎么样 你那快啊 人跟人之间吵架 顶多离婚 国家跟国家观点不同的话 不是离婚 是战争啊 是战争啊 会夕阳啊 会死掉很多人 很多家庭 流离失所 当不同的point view collide的时候 会产生战争 那就是 哇 那就是战争 战争就开始 决定命运啊 台灣人的命运就开始决定了 我今天时间不够 我要加快 我五十分要放你们走 所以 我跟你講 中國流亡史冠 現在快快要結束了 所以我当时是告诉你 過去你念的历史课 都是国民党要给你洗腦 编出来的一个故事 他编这个故事有一个目的 三个purpose 第一个就是要 掩盖他過去 對台灣人做的坏事 什麼事 二八杀了一大堆台灣人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教授講說 二百十一大堆沒效啦 沒關係啦 沒什麼了不起的啦 中國也是很多 這是什麼觀點啊 這是中國人觀點 對不對 可是他用這個觀點 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那以後你的台灣人的小孩子 變成以為 用中國人的觀點來看這個 二八放假 好高興喔 我搞錯 這叫顛覆 顛覆二八 二八是台灣人的受難日 你一放假之後 小孩子覺得 這天是卡拉OK 看電影的時間 你叫他留下來 大家一起來笑聊台灣人 他不願意欸 是不是 是不是顛覆了 我們下一代 我跟你講 我們第一代 二八被人家殺 第二代被抓去當兵 第三代受他的教育 這叫做種族滅絕 叫genocide 再來motiv 就是為了要竊具 台灣的動機 叫一個self-interest 會當下叫你去買武器 他說現在 你如果怎麼樣 中國會打你 所以你要買武器 所以你交稅 所以你去買武器 騙台灣人 真正保護台灣是美國啊 不是這些中華民國奧兵案欸 他沒有這個能力跟中國打欸 拜託喔 所以此觀眾不是重要 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上的課 是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這system裡面走出來 我要幫助台灣人走出來 透過什麼 講persuvation的方法 這上面講到perspective 這有四張圖 哪一張圖看perspective最準 我要問喔 這張看perspective最清楚 請舉手 這張最清楚的請舉手 看perspective 這張最清楚的請舉手 有人舉手 來 認為這張最清楚的請舉手 沒有舉手 是怎麼回事 看perspective哪一張圖 最容易看 那我跟你講 這錯了 這才是對 為什麼 什麼叫perspective 就離你越近的越大 離你越遠越小 這叫perspective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要講歷史啊 歷史上 把一些特定的歷史放大 把其他歷史變小 把日本的歷史變得很小 不見了 所以你沒辦法有一個perspective 你對歷史看不清楚 你會被deceived 被引導到別的方向去 你以為你是中國人 你知道嗎 好 我不講太多 來 所有的證據 證據evidence的collect 拿在什麼 法官手中 一百多個證據放在那邊 法官要怎麼辦 一百個證據都一樣重要嗎 對不對 法官要把一百個證據分類 根據什麼分類 來 根據這個 越客觀上面 越下面越主觀 比如說出了車禍啦 那個路人假說 我看到是這樣子 路人以說 我看到是這樣子 兩個不一樣 那怎麼辦 所以那就是很 主觀的嘛 對不對 subjective的 那上面是objective 比較客觀的 比如說什麼 彈道比對啦 甚至去量距離啊 用計算的方式啊 那什麼是客觀 邏輯推理啦 物理性質啊 化學性質 DNA啊 這些都是客觀的 然後慢慢是什麼 document historic document 我舉個例子 一男一女結婚 要簽約 容不容易 在婚約上面 簽字容不容易 不容易對不對 談戀愛啦 雙方家長去面對 最後才簽約 兩個人喔 那同一件事情 簽在一個 Document上面 不容易對不對 那問題 46個國家簽字 同一件事情 簽字容不容易 舊金山合約 就是這樣子 舊金山合約 就是46個國家 知道這件事情 拿回一番國家 議會討論 投票 最後回到這個地方 大家46個國家簽字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46個國家 同一這件事情 不是幾個 大家自己講的高興喔 決定台灣這個土地的命運 只有兩個treaty 一個叫做下官條約 新歐世紀 下官條約 第二個就是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就幾張條約 只有這兩個條約 決定台灣 一個土地的買賣 不是說我要claim 你claim沒有用 你說101是我的 講100次 1000次 1萬次也會變你的 你認同101是多少錢 200億 300億 你講一個價錢 我支票開賣過去 他cash in 這土地是你的 所以你在一個 Document上面 ownership 蓋 這是你的 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個Document 說這塊土地是中華民國的 對不對 這土地怎麼變你的 怎麼可能變你的 不是說宣言 宣言不是決定一塊土地 是條約 treaty OK 好啦 你是誰 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星期五碰到你 你就要星期五好了 你知道這句話的意思嗎 你知道Friday這件事情嗎 你們不知道啊 有一個電影 不是電影 應該在1719年的時候 有這個東西 魯冰孫漂流記 對對對 那一個白人 又船擱淺 又搭到一個島上 結果島上 他就用那個船上的東西 蓋房子 住在那邊 住了兩三個月以後 當地的土著黑人跑來找他 他看到他 說說 我給他取名字 叫做 今天禮拜五 禮拜五碰到你 你就要拜過後了 你為什麼覺得好笑你知道嗎 應該是土著給他取名字 不是白人給他取名字 你知道我意思嗎 倒過來的吧 你是intruder 你是外面進來的 應該是我給你取名字 I call your name 不是你在跟我 define我的 name 對不對 所以這叫白人觀點的歷史觀 所以北米洲的Indian 叫Indian人嗎 你告訴我 不是嘛 那是白人取他的嘛 對不對 叫Indians嘛 你知道嗎 那我問你 台灣的名字叫什麼 母親的名字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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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人的名字叫什麼 台灣嗎 不是叫台灣喔 沒有啦 我說的 母親是指這個地方 整個台灣島 名字叫什麼 台灣是中國人叫我們台灣 那佛摩莎有聽到嗎 佛摩莎有聽到嗎 佛摩莎的寶島 葡萄牙人叫的叫佛摩莎 這島上的人通常沒有離開過啊 為什麼會給這個島取個名字啊 不可能嘛 一定是外來的人給你取名字嘛 這島上以前只有部落 跟部落之間叫來叫去嘛 對不對 你在台灣四萬年來 都沒有跟外界接觸啊 你為什麼要給自己取名字 所以母親無名 名字自己選 這以前 國家地理雜誌 1920年 這以前Tons of Exploration FORMOSA嘛 對不對 他們用台灣沒有嘛 你為什麼要用台灣 沒有啊 你在條約上面 才是你正式的名字嘛 對不對 所有的條約最後 如果中文版 日文版 英文版 出了問題 是以哪一個版本為準 那你們知不知道 條約如果有爭議的話 以哪一個版本為主 我跟你講英文版 英文版 所以英文版用的名字 是你正式上的名字嘛 對不對 好再說 來存在感 sense of existence 請問在座各位 你什麼時候知道自己存在在世界上 什麼時候開始 我跟你講喔 當你一出生 跟媽媽的肚子餓哭 媽媽餵你奶的時候 你就知道 喔原來有另外一個存在 證明我的存在 對不對 你透過媽媽知道自己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爸爸跟你玩 對不對 你就多一個reference 然後後來兄弟姐妹跟你玩 親戚朋友跟你玩 很多人跟你玩 你才慢慢知道 一個reference 我存在嘛 很重要對不對 沒錯吧 但是喔 如果這個存在感發生問題 比如說我是baby的時候 哇 砰 被打了 你會嚇一跳耶 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我以前到育幼院 顧外院裡面 帶很多水果餅乾 帶小朋友玩 大家都很快樂喔 結果一兩個小朋友 走在肚子底下 不要出來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老師 老師說 那些都受虐兒啦 所以他從小他就對自己的 identity 他的自我認知有問題 disoriented 所以他就 sense of existence 存在感就沒有 所以很低的存在感 存在感如果強的人怎麼樣 自信心就強對不對 自信心強的人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學習力強的人怎麼樣 就越來越可以貢獻給其他人 但是如果倒過來 從小這個存在感低的人 他就拒絕跟社會接觸 他就拒絕跟社會接觸 就變成人家的 要照顧他嘛 對不對 是不是很可憐 我還說台灣人就是這樣子 過去的台灣人 我說我是台灣人 打下去 我是台灣人 說台灣人什麼不對 發戰 發錢 這就是以前台灣人經歷的事情 中國人要給你欺負 中國人欺負你 說你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我就是台灣人 這有什麼不對 我慢慢就講台語 所以台灣人都是受女兒 你知道嗎 我們的面子都在哭人 受女兒的面子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耶 不光是這個 還扣個名字說你叫中國人 放個幾個名字給你 幾個政權給你幾個名字 鬼的政權 你知道為什麼他是鬼政權嗎 離開他原來的身體 到別的地方是不是鬼 他本來有身體 他的身體是中國啊 中國的政權跑到台灣 台灣不是他的身體啊 他是流亡政府 這個土地不是他的 他是不是鬼 我講一個故事 以前在聖經上有個故事 有一個地方叫Glasson Glasson這個地方 天然石會沿洞 水滴下來會一個洞一個洞 人死了以後就不用做棺材了 布包包丟到裡面就好了 對不對 九個地方 九了以後這個地方變成像 墳場Gray yard 很多死人 死人的話是什麼 魔形的很多 就是鬼很多 鬼很多 之後這邊這個村子裡面的人 就有一個年輕人被鬼附身 就很多的鬼附在他身上 所以當耶穌來的時候 耶穌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年輕人就衝到 平常被鬼附身的年輕人 就是不穿衣服 每天亂叫 髒兮兮的 那村子裡面 你覺得這個很麻煩 就用那個鐵鏈把它綁起來 被綁起來 結果這個人就每天鬧 最後很有力氣又把它弄斷 又跑回坟場裡面繼續鬧 耶穌一來的時候 他就衝過來說 永生上帝的兒子 我時間還沒到 怎麼你現在就來了 耶穌沒有跟他多講話 只問一句話 你叫什麼名字 What's your name 這年輕人說什麼 他講不出來 最後他講出一句話 我叫群 為什麼叫群 因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 一群鬼 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 也就是說從這個人身上出去 所以這個鬼就 就跑出去 兩千頭豬就衝到海裡面 淹死 這個年輕人恢復理智 就把衣服穿回來 他知道自己是誰 現在有台灣人 過去你說你是什麼人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你就被鬼附身了 鬼替你回答你的名字 你講不出自己的名字 先把鬼趕走 你再恢復理智 你才知道你是誰 我在告訴 從歷史 從科學 告訴你 歷史什麼人 你是誰才講得清楚 才醒過來 那誰是法理 法理就好像耶穌是真理 進來之後 鬼就要走 鬼沒辦法騙人 這個土地不是他的 中華民國憲法 到今天沒有包括台灣 不會在這邊 看stitution 不會在這邊發生的 就這樣子 你生了M174 來被抓到賊 我的王子現在發現自己的身世 是什麼以後 你們現在知道自己是誰了嗎 知道啦 那是什麼人 台灣人要你講 拜託 做台灣人沒有用的 很慘耶 怎麼上那麼多堂課 還是做外企台灣人 台灣人不會讓你 對喔 這才是重點嘛 你台灣人人 北美的印第安 也是住在保留區耶 你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可以 什麼法律可以保護你 台灣人啊 你不要弄錯了好不好 你今天來上課目的 就告訴你 你是大日本帝國臣民 美國要按照戰爭法 Law of Wars 來保護 被占領地的百姓耶 台灣人這樣很可憐耶 你如果跟你一樣 就真的搞不清楚 今天來這邊上課目的 就告訴你 你是什麼身份 當初 我們告美國告會贏的時候 要把政權交給你的時候 美國說 林志森你也沒有資格 為什麼 我說 你是誰啊 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沒辦法證明啊 我要交給台灣人 台灣人在哪裡 因為台灣人都去拿 中華民國護照嘛 拿中華民國身份證嘛 美國說你要我恢復佔領 可以 我可以回來 可是被佔領地的百姓在哪裡 所以美國第一件事 叫你辦ID 這個 identification 就是告訴你是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現在被佔領狀態 我要恢復佔領嘛 你台灣人先出來 本土大日本帝國的成名先出來 我美國才可以按照戰爭法 來恢復佔領嘛 所以你這個ID 身份證很重要 你沒有這一張 你 我剛才跟你講嘛 台灣這個土大什麼人都有 不是都是台灣人 我都在問你 什麼叫台灣人 中國人是不是台灣人 中國人在台灣出生 是不是台灣人 不是嘛 你要分出來 不要跟我們沾沾沾做一會 不要混在一起講 台灣人就是這樣 被欺負就是這個原因 被欺負就是這個原因 你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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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要去套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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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你改變我的效忠對象 你不可以抽我的書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籍 不可以隨便給我發身份證 我不是中國人,我是日本人 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你怎麼搞這種人 還不知道台灣很可能 已經三代四代七十年 被人家糟蹋到這種地步了 好剩下時間到了 我們在這邊上課我已經教了好多年 你上網一看我多幾百個我的video 在上面 我講得很累了 他為什麼要拍這件事 I feel sorry for這件事情 來 什麼叫genocide 西班國家法院 19號根據普遍管轄的原則 對中國前國外主席江澤民 國務院總理李鵬 五名中國前任高官發出逮捕令 理由是這五個人涉嫌對西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 將死的江澤民如果走訪國外就會被逮捕 中國官營回嗆 哪個國家受禮職自取其辱 有膽就來 那就這樣子 是什麼意思 西班牙是一個大國嗎 那為什麼敢對中國這樣 真的有這件事情 中國人大量跑到西藏 跟他混對不對 混到西藏人快沒有了 所以西藏達賴喇嘛 才帶了一群人 逃哪裡 逃到印度 德蘭撒拉這個地方 美國幫他租一個地方 你知道他去那邊做什麼 印度達賴喇嘛 跑到印度做什麼 沒有西藏的人跑到印度做什麼 達賴喇嘛照耀宗 什麼叫流亡 流亡在做什麼 流亡有個目的啊 不是流亡啊 流他的種啊 不是公司流命啊 流他的種啊 西藏人從此以後都會從世界上消失啊 為什麼大量的Chinese到裡面跟他mix嘛 mix到後來你就嚇到 不知道了 不見了 西藏人不見了 世界上以後沒有西藏人了 你知道以前panda 這個熊貓對不對 那中國人很愛熊貓 他就說熊貓快沒有了 我們繼續保育 把牠增加多一點 對不對 要不然以後世界上沒有熊貓 你對動物這樣 你對人居然要消滅於西藏人 Tabatan 你要把牠 make it disappear 要genocide genocide 是war crime 是戰爭罪耶 是全世界都可以抓的耶 台灣人不知道你現在經歷這樣 種族屠殺嗎 我剛才講過完 第一代二二八被殺 第二代抓去當兵 第三代少一次受到教育 你都以為你是中國人 台灣人從此以後從世界上消失了 沒了啦 所以過去台灣人說 不要嫁外星人 有沒有 中國人來的時候 不要嫁外星人 不要嫁中國人 有沒有 那母親發自內心本能的反應啊 那你才藏著台灣人沒了 不見了 以後identity不見了 那很重要耶 當然必須要知道這件事情耶 時間再久了台灣人都不見了 genocide convention of the prevention of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是什麼 這是1951年的時候 因為猶太人在被種族屠殺 所以他對這個definition非常重要 後來把它defin出來 其中有一條叫做 facipping transferring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把你的小孩子送給對方受教育 讓他confuse他自己是誰啊 這是台灣人現在經歷的事情 我們小孩子以為他自己是中國人 不是嘛 我們是日本人嘛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說我台灣人 沒有錯啊 你在種族上是台灣人 可是你的國籍上是日本國 你光是台灣人 人家不會care你的 你知道嗎 他可以把你滅掉耶 你不要弄錯啦 好不好 台灣人就要 西瓜挖大名嘛 要人幫你保護嘛 陪台灣人 兩千萬人說要去跟人家對抗啊 門都沒有 要搞清楚自己是誰 你要留你的種 就要在人家的手上 台灣人說 台灣人要獨立喔 傻瓜 什麼叫獨立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在我手上 你從我手上拿你就要搶 對不對 但是我這個東西放在這邊 你就拿了 對不對 因為都不屬於誰的啊 你可以拿啊 一樣台灣現在是在 美國佔領 是在美國手上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但是你要獨立 就是要離開它的控制 那就是中國說 你美國也不要放 日本也不要放 我們大家一起來搶 是這個意思耶 什麼叫台灣獨立 你也沒有宅調過你自己的日子 後來的人請儘快就座 來 我現在要補充你們的歷史 沒有時間了 我趕快講 講快點 直接跳著 大日本帝國1895年 1945年 來我念得很快喔 明治28年1995年 第一代總督華山之際 軍政黨名單 引來散後租稅決定 預告地方官制 委任立法制度卸立 台灣總統府平易會設置 司法制度卸立 地方法院 副省法院 高等法院 警察制度 理販制度 醫院設置 阿片制度 教育制度 郵備任電信實施 定期行路開始 渡量和改制 財政金融制度 就稅制改造 大阪中英陽進出 1896年 是這個 貴太郎 華山之際 乃木西點 兒一元太郎 這叫後騰新平 按照這個順序 華山之際 貴太郎 乃木西點兒一元太郎 後騰新平 是這一個 它是用了 貴太郎 的 傳承 進來 公開 我們 公開 自動 王 出現 這有幾個 公開 這是中堂的 那時候台灣人 我瞎拍給天皇說 台灣很亂不要來 結果總督講什麼 台灣人 思想的惡化是東京的那些學生 在台灣沒有幾個人 他們是社會主義 沒有到危險 一般的人民是非常順良 沒有危險 你可以來 你知道以前在大清的眼中 台灣人是什麼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男無情 女無異 很適合的地方 在大清澱國眼中 台灣是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可是在日本的眼中 為什麼台灣人非常善良 很奇怪 我跟你說 女生如果老公對我好 我不會跟你吵架 我幹嘛沒事自己找麻煩 你對我好我也很自然的講 我也不會編 你不會編講說老公對我很好 掉眼淚不會 你很自然 所以你不說日本時代好不好 很多父母親那一輩都說好棒 你沒辦法勉強他說一個棒這個字 所以是真的 日本以前真的建設台灣 把台灣人治理得很好 台灣人講出這感謝的話 是發自內心的 這樣知道嗎 這是以前的台灣人 台灣人以前長這個樣子 Handsome 對不對 是不是很帥 這次都流美的 1920年的台灣人 這叫做杜聰明 這是黃曹琴跟他太太 這是我的親戚叫做Keymase 他可能比他畢業的 來跟你們講 以前台灣人的教育水準很高 1943年 小學生這麼多 全台 台灣人的義務教育普及率70% 義務教育 日治時代 台灣人留學 將近有20萬人 台灣人都沒幾八百 20萬人都出國留學 這是他們畢業的學校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在哪裡 唸美術 唸化學 唸經濟 神學 政治 醫學 都有啊 E of Columbia E of Illinois E of Washington Seattle 這個 是不是 你看 1920的時候 台灣人是留學到這些地方的 台灣人 我跟你們看 時間不夠 我們開始看照片 這以前台灣的大清帝國統治是這樣的 我跟你講 中國人來台灣是 蓋城蓋廟 叫你去拜祂神 以前的中國是這樣的 以前的中國 189 日本來之前的中國是這樣的 台灣是這個樣子 這是Dr.McKay 一個Canadian 從Princeton來的 在台灣當Missionary 這是他 他幫台灣人拔牙子 台灣人那時候平均生命 35歲而已 20歲 很慘喔 平均說明35歲而已 所以在座各位都賺到了 對不對 聽不懂我的笑話 我說你們年紀都超過35歲的意思 幫我放照片好嗎 從第一章開始 拉到最前面 下面這個往前拉 我放照片 時間不太夠 OK 好 我走快一點 以前的淡水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幹嘛 這是不是一個阿嬤 婆姐孫 對嗎 她的職業是什麼 她的職業是什麼 檳榔棲司 你知道嗎 檳榔棲司 嚇死你的檳榔棲司 阿嬤不會檳榔啦 嘴巴還在咬檳榔啦 所以台灣檳榔人口要下降很容易 叫阿嬤去賣就好了 對不對 你們聽不懂我意思嗎 叫阿嬤去賣檳榔就好了 大家不敢買 阿嬤檳 不好玩 對不對 你不應該叫美女去穿短裙子 那麼美美去賣檳榔嗎 你應該叫這個嘛 你希望人口 吃檳榔人口下降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你知道嗎 哇 我們這一屆的比較沒有幽默感 好 沒關係 出草 在我們高砂族的習慣 叫做把人頭砍下來 這是 你看 這邊是日本軍官 很多我們高砂族的人 對不對 每個人手上都拿什麼 鐵架對不對 鐵架頂完到什麼 怎麼不是菜都啊 這是人頭啊 一顆一顆都是人頭啊 人的頭啊 以前高砂族看了 就是砍頭 你看 這個是他們的像是一個festival 慶典 那個婦女在那邊跳 我這邊有小孩子看熱鬧 有日本軍官 有沒有 你看他手上拿什麼 人頭 這以前高砂族的女生 1933幾年的 我們高砂族的女生 很漂亮喔 不錯 不錯 那後來 日本人來教高砂族 怎麼用最新的武器 你看 日本軍官有沒有 所有的頭目 下面也是頭目 你看他兩隻腳 中間拿了什麼東西 這是人頭耶 人頭啊 人頭啊 不是木頭啊 人頭啊 沒有開玩笑啊 以前平地人 平坡糟糕用台 六千多顆人頭 日本人來了 日本人來了 好幾百顆 所以他們洗澡都很小心 洗澡洗一半會 頭乾掉 所以要很注意 那這個是因為 高砂族不喜歡 日本人進來以後 給他們教育 他們高砂的衝進學校 把老師都殺了 學生都殺 那這個老師就救了這幾個 把他藏在風坑裡面 其他照片很殘忍 就沒有給你看 然後受教育 受教育 日本第八連隊 後來他們就開始畫畫 日本第八連隊 你可以幫那個箭頭移開 後來日本建設之後的台北 是這樣子 你看 漂亮 這女生都很漂亮 第三角落 中山女高的女生 欸 你們阿嬤那個時代 長得這麼有氣質 這麼漂亮 你們女生會看女生吧 是不是好看 欸 那是我們上一代的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成名 是長這樣子 有好的教育 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變成這樣 我們現在怎麼變成這樣 發生什麼事情 你被難民教育長到了 你竟然有阿嬤的下腳 做事情做得很辛苦 我們不夠吃 台灣人 這是我們北部的時代 阿公阿嬤的時代 你怎麼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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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在鐵道旅館阿 日本那時候 北英里的家鎮裁縫客阿 阿 台人現在最早就變成這樣 我感覺很相信 這都一樣 公費床 後來中國人給你給你 叫中山堂 叫台北公費床 台北公費床 台北市市民 每個人交易塊錢蓋起來的 你看裡面的內裝 餐廳 我現在講1930幾年的台 那個公費床 你看看餐廳裡面 每個人戴白帽子多乾淨 以前就這種 衛生條件 撞球台 西餐廳 裡面都有冷氣 三線路 有快車道 有慢車道 以前的棒球隊 不是金融隊什麼 用酒頭 抵抬去說酒頭 不是那麼可能 那是中國難民在玩的遊戲 我們是玩棒球 棒球是什麼 台北市 不是什麼特別棒球隊 台北市 華山小學對抗 什麼 南門國小 南門小學 每個人都有 球帽 球衣 手套 球棒 有隊企 有教練 有coach 以前台灣這樣 所以最後才可以打到佳農 打到甲子園 口氣宴的 冠亞軍賽 那是全民運動 在大日本帝國裡面是這樣的 台北市公車 我放影片 我現在很快 這是建宗的學生 我再很快 給他們走過看照片 我再給他們看照片 很快的 噹噹噹 北投 你看 台灣博覽會 你看 你看年輕人 連鄉下地方 我照片都給你找出來 族東的鄉下 幼稚園 日本老師 你看 台東 天皇來的時候 香蕉 你看看 台中的你看 是不是小孩子都很可愛 一筆時代 你看 台南高雄 台中豐原 家政女學校 全台灣 它建設沒有什麼 偏遠地區 彰化的水源地 自來水從這邊來的 不是自己 你看 台南女中 畢業典禮 很久以前了 我們開始準備要放影片 我們在1950分的時候下課 你看 這是高雄的阪式棒球隊 這是台灣以前 你看 幼稚園園優惠 一筆時代 高雄水展事業學校的學生 以前你看 全家出遊是開車 然後全家出遊 這是以前台灣 屏東 你看屏東 屏女會 我再給你看這個 這都台灣貴 在基隆女中去游泳比賽 來 結束 好 放影片 還沒有結束 後康聊不聊 我可能要跳一下 要不然時間只有15分鐘 在日本領土中只有一種熱帯及安熱帯地 199年台灣歸屬的國 年之28年6月17日 只剩40年的時候 拍了這部影片 從旦落後的帝王現在是日本 台灣 今晚必頓要命 被日本管以為台灣變這樣 改曆之前 清朝把我們當作畫外皇帝 韓人叫做畫外之民 改曆之後 我們變成帝國的成名 做了什麼事 平定土匪的叛亂 產業的指導獎勵 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 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里藩教育普及 地方制度或軍事方面都有藏著的幸福 有夜景的城市 一定要有infrastructure 有基礎建設 電線啊 電纜啊 電纜啊 台北橋 1911年8月 因為颱風的關係 一百里間中國蓋的那些建範 全都要重新做敵視建設 台湾總督府 台北市 這個路燈也是一個指標 先進台北周庭 台北周庭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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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 台北醫院 現在台大醫院 台北醫院 交通局鐵道部 郵政局 Post Office 沒有 對面台灣電力珠石灰色 電力公司 總督府官邸 總督官邸 這邊跳一下 往北極化 橫陽路那邊 以前的台灣人這樣 穿日本 帶小布 又穿 Dancy一點 穿起袍 有 日本 公車 平安卡 山 台北神社 神社就在這邊 台北公會堂 然後再來就是 管前路走到後面是什麼 博物館 沒有人在殖兵地開博物館 植物館 所以那時候的 休閒很重要 在大陸的地方 很重要 台灣人來休閒 這邊跳過一下 溫泉也是日本人開發的 剛剛有高爾夫球 是不是 淡水高爾夫球 那個地方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再往一點點就有高爾夫球 這麼快就跳過去 沒關係 不管了 那時候還有高爾夫球場 大丁店 那時候舊的社區 這邊稍微跳過 這邊不介紹 大部分看建設 這邊也跳一下 這邊也跳一下 這個就是以前的綁腳 你們年輕一代沒看過 再往前 這邊就走過好了 走過 墓地是沒有跨日本的建設 你看 日本期待一下 高爾夫球場 高爾夫球場 淡水高爾夫球場 對啊 新店 新竹地方 新竹地方 北部台灣中最古代 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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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跳一下 這做茶葉的地方 你看以前 日東紅茶 日本時代做茶葉 前面是手工部分沒有錯 可是接下來你看看 機械化設備 1930年就是這樣 你看生長線 1930年就是很乾淨 很整齊的 你看 你看 口罩都包起來 不會有衛生的問題 叫日東紅茶 你看就好 你才知道以前台灣是什麼樣子 不就是中國 國民黨幫你洗腦那種 這跟你看真正的以前 日本史代的 你有這個 他在台中是這樣 很漂亮 他叫做日本 在台灣的小京都之稱 不是現在這樣亂七八糟 旁榜一大堆 你看路燈好漂亮 你看 綠川柳川 你才知道怎麼查那麼多 台灣的進步之稱 以前彰化銀行 台中周廳 你看看 台東中的酒廳 以前就蓋這麼漂亮 看想誰 好 這邊稍微 姿勢跳一下 台中公園 台中公園以前就這樣 日本時代就開啟化 就長這樣子 發電機 發電機 這在講哪裡 日月潭 日月潭有十萬千瓦 不用高壓配電 配到全台各地 台灣電力 準備了二十四千瓦的電力 你看 他在台灣就這樣 一邊時代就這樣 你看 從日月南供應到台北高雄 來啦 這邊跳一下好了 這邊沒有時間了 再跳一下 火車 這家機的飛車 再跳一下 這邊家機的車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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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這是最大的 木材廠 好 台灣那時候 日本人在台灣做什麼 開發糖廠 你不能的期待 做的 糖廠 那時候火車 直接運到港口 很重要的一個 農業產 產業政策 台灣因為這樣 成為世界上 主要生產糖的國家 這地方 來 再走 你看 以前 日本時代走 已經是這樣子 平均 食用人的 砂糖 是一個文明人的標準 以前就是這樣 日本時代已經用機械在生產 不是用藍鋼 是機械在製造生產 在耕田 現在就說 日本時代就已經很先進了 中國是很落後 你不要弄錯了 點心煉乳罐頭 是因為糖的關係 照著手 再五分鐘 那裡 內地是紫日本 製造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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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是紫日本 那裡 這邊稍微跳一下 他就當燃料 他也做酒精的提煉 所以酒精可以當什麼 你看 酒精提煉 一直呢 日本時代 唐廠裡面也做 研發的工作 烏山頭 加南大駿 三百 我們的倒作 一年有三 三次倒作 就是 扣這水的那個 八天雨衣啊 設計這個東西 台南幾乎裡面 15萬甲的水源 就是客家 水路的延長 是幹線26里 4,280里 本人給我們做 這個大衆 巡航 以來 米幹書等 增収 年額240萬元 達成 三年離削 是 這個給水事業的特徴 現在來到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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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高雄 車站 以前 高雄港的運輸方式 就已經是這樣子 先進 是世界 重要的地方 運輸 就靠高雄港 跟北部的基隆港 兩個 你看 日本世界就是這樣 好這邊跳一下 高雄桌廳 你看 這是台灣人的 這是高雄的 這個祭祭祭 那是中國人 我們台灣 你說是日本人 喔 這是媽祖 福高雄桌 每天有祖 來回 喔 內大定期航路 是內地和台灣的航路 也不想像的豪華版 台灣是南方開發的 國際指名追考船 新建立台灣託職公司 移民招致 未開市的開拓 民間的栽培 託職金融事業 所持續拡作 你看連年都高增 你看拿不穿這樣 那小朋友穿這樣 你看 都很時髦的衣服打扮喔 台灣託職的使命是一人 台灣島內飲鳴 海底有電纜 直接通到台灣 無限內台 因為內地就是日本到台灣 無限通訊 還有飛機也是 定期航班飛 到台灣 大港 福高價 福高價 都有飛来 滚角 大国 一個 台北飛行場 阿南高砂族的 今晚有併做大學阿專科學校的職業生動物 做精彩國有老師的動物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邊